各位观众 这里是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应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邀请 当地时间5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乘包机抵达雅加达 将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并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 礼兵沿红毯两侧列队致敬 身着传统服装的当地民众 挑起印尼民族舞蹈 吸引中国贵宾 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卢胡特 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陆康 驻东盟大使侯燕齐等到机场迎接 李强表示 此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并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 是我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后 对亚洲国家首访 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愿就区域合作重大议题 同各方深入交换意见 加强团结协作 推动东亚继续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 李强指出 近年来 在习近平主席和左科总统战略引领下 中国同印尼关系快速发展 树立了发展中国家 联合自强携手发展的典范 中方愿同印尼一道 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打造更紧密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 为国际地区合作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新动能 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 李强将出席第26次中国东盟10加1领导人会议 第26次东盟与中日韩10加3领导人会议和第18届东亚峰会 访问印尼期间 李强将同左科总统会谈 出席印尼2023可持续论坛等活动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线